欢迎收看TVBS下午三整点新闻 我是谷彩燕 首先关心的是国内的最新疫情 那么今天新增了21例的本土确诊病例 但是这里面以嘉义县占的最多有9例 据了解是当地一间累制工厂爆发了群聚感染 也因此嘉义县在稍早宣布 嘉义县目前他们当地的警戒升级 截日起到8月6号 嘉义县的餐厅一律只可以外带 不能够内用 另外就是明天下午指挥中心要召开演绎 疫苗第二剂的接种安排 我来听听看最新的说明 我们先公布今天的确定病例 那今天有本土的病例21例 区隔阳性有8例 那这里面大概还有我们只有两例的关联不明 那一例疫调中 那有4例境外移入 那没有死亡的个案 7月29号为止 那7月29日我们打了20万5500人 那所以我们现在累计到现在 有打过的是782万6972人次 那接种的涵盖率 接种涵盖率是31.86% 那即次人口比是33.22% 现在我们做相关的规划 我们尽量还是以莫德纳而言 我们还是会尽量保留第二剂 保留给第二剂 因为那当然热会不会变 我也不敢说 根据这些相关科学的证据跟专家经验 的建议那是不是可以混打 但是莫德纳我们大概是会在这段时间 还没有莫德纳第一剂 那第二剂可以打其他的 那我们在安排的时候都会用总量的一半 来做规划 明天下午 我们在行政院也会一起 跟我们的预约的平台 跟我们的单位 那收集这一段时间相关的意见 不管是在第二剂的一个安排 那单轨还是双轨 那第二剂可能要改打 其他的疫苗 这些诸如此类 第二剂 还有这些反应的问题 还有不良反应 那怎么样能够做一个通盘的检讨 那能够订出一个更有效更便民的方式 而台湾黑疫苗覆盖率的最新进度 是现在已经达到了31.86%了 那么今天开放的是38岁以上民众 来施打黑疫苗 不过指挥中心预估 说等到第五轮下一轮的时候 AZ疫苗就不够了 所以不排除要释出莫德纳 因为我们家有小朋友 所以变成说就是当初上网预约的时候 是今天先生先打 那我可能就是下周二 爸爸妈妈分开打疫苗 打完不舒服 孩子还能轮流过 第四轮疫苗 7月30号到8月6号能接种 38岁以上民众 预约成功的有103.5万人 AZ现存83万剂 加58万剂带封间检验 能凑足140多万剂 第四轮还OK 但要达到第五轮 恐怕就不够 疫苗大概是比较紧的时候 所以整个是计划内的 大家一定要照着计划内的去施打 不在计划内的 就千万不要 计划要先未雨筹谋 若没AZ到货 指挥中心发言人专人祥说 到时可能少量供应 缩短接种天数 也不排除第五轮 释出部分莫德纳 疫苗预约平台来到第四轮 除了APP之外 超商药局也能预约 但长辈要打第二剂得过三关 没顾及数位落差 引发民怨 判定沿用第一剂发通知单 目前平台开放 医院登记有AZ莫德纳和高端可选 但实际登入会发现状况不少 请问中心目前是还没有开放 混打的政策 那以记者本身而言 是属于第七类的造册人员 我第一剂打了莫德纳 第二剂也该要打莫德纳 但是如果我打开公费疫苗预约平台 会发现除了莫德纳本身反黑之外 如果我选AZ疫苗 或者是高端 也都是可以选的 平台走得比中央政策还快 对此庄人祥说 这只是开放医院登记 没控管只能选一种 但到时开放 系统会党不符资格者 就算选其他疫苗 也会被排除 TVB的新闻 王新唐 我宣同台报道 不过不是应该要先预约 才能够施打疫苗吗 但是新北市至少有 两间医院被爆料 包含三重联衣 跟板桥中英 都是让民众亲自到场 直接排队打疫苗 有上千人已经打完了 甚至现在传出在新庄 有间医院 也是担心极其贫的莫德纳 疑似是打不完 就请里长广播 叫大家赶快过来 新庄的这家医院 一大早不少长辈来接种 都是因为接到里长通知 免预约就能打 而且还是不少人 想要的莫德纳 本来有预约还是 没有没有 是附近有通知就对 警线打第一季 你不用预约 只要是45年次的 这是为了消耗莫德纳 极其贫吗 但明明新北市府 27号才说 莫德纳都被预约了 不会打不完 那现在怎么还用广播 要民众赶快来 新北市府占无回应 不过被爆施打不服规定的 还有这 或许是也担心再被骂 半桥中医医院30号 按照唐凤系统让民众施打 但前一天可是里长光播放送 要民众免预约快去打 但这怪怪的吧 因为不管用网络 或是请托里长 不是都该先电话预约吗 他说要打完 OK那我就打 他今天不打就明天打 不是一样吗 就起早把打死打率提高 每一月的中医约打了200多剂 院方指示第三轮到第四轮 29号空窗期 但对象符合规定 不过市府这漏洞还不止一桩 议员指7月13开始是亚东医院 25 28号三重联姻约打了八九百人 29号中医医院都是这模式 新北市政府针对疫苗 可以说是大开后门大放送 很多民众就可以透过特殊管道 到医院去打 中医医院和三重联姻 施打疫苗的对象 都是符合资格50岁以上的民众 市府一边喊疫苗不够 一边又让医院喊全国不同部 自己处理 也难怪苏葵要喊疫苗不按顺势 打再多都不够 TVB的新闻 洪富华李祖恒新北市采访报道 好 再来关心几场重要的冬奥赛程 等一下大概四点半 羽球这个戴姿引 就要在八强赛对上了泰国的对手 还有稍晚呢 羽球男双也要在四强赛比赛 那在今天晚上七点钟 就是桌球的铜牌战了 来关心桌球小将林云柔 在奥运场上表现可圈可点 而据了解呢 一动传出之前 他们都是家人自己 一个月花十三万请教练 难道政府没有再照顾选手吗 但是呢 林爸爸赶快po文 他澄清 说的确包括国家跟很多企业 这一路上都是 他的贵人都有帮忙 林云柔奥运一战成名 然而先前传出 他是自己花钱找教练 引发许多人不满 认为政府没有尽到照顾选手的责任 不过他的爸爸 宜兰大学教授林学宜 特别发文成亲 刚开始确实是由林云柔的旧工 此处经费找了大陆籍教练齐哥 但随着升上国中也打出不错的成绩之后 体育署就向他纳入潜力选手计划 投入资源栽培 而最近为了备战奥运 更是进行了黄金计划 像是教练运动防护员的聘任 还有出国比赛 以地训练的经费都包含在里面 一年至少花费八百万元 但是真正能够让云柔站上世界舞台的 当然这个我们国内各方面 上级单位都会给很多的补助 宜兰国小学务主任林松峰 就是林云柔的启蒙教练 可说是看着他一路成长 对于林云柔是大陆培训出来的说法 非常不能认同 就连林云柔的爸爸林学宜 也很早就看出儿子的潜力 不管任何大大小小赛事 林云柔总是能以大比分之差轻松获胜 从小展现过人天赋 加上他自己也有兴趣 家人内心开始萌生替他铺上一条通往职业的道路 一次找上大陆籍教练棋格 年纪轻轻就展露头角 着鞋理事长林茂蓉也点出 大陆已经起了戒心开始防范林云柔 不再让其他更优秀的大陆籍教练 或者是陪练员来指导林云柔 甚至也多次传出大陆要挖角他替球队比赛 一个19岁的少年轰动全球桌坛是国家队不可或缺的战力 TVBS新闻简大陈权科一览报道 而昨天在桌球男单四强赛 其实林云柔对战的是来自中国的世界球王樊振东 兵战到第七局 樊振东最后是赢得惊险 但是林云柔则是可以说表现非常的精彩 虽败尤容 甚至樊振东也坦承好几次他的球路都被小林同学给猜中了 世界球王樊振东使出绝招反手拧接球 不过这表情很不妙 因为在他对面的小林同学同样也很擅长反手拧绝技 比赛前段还透过配长球压制球王 而9号冬奥桌球男单四强赛 七局拉锯战打得好惊险啊 他在整个发球的变化性上面 长球有去前置到这个樊振东的反手 所以让樊振东有点出乎预料 正所谓的发挥 比平常的攻击的力道来得更大 而且这个命中率 比以往跟樊振东比赛的时候 这命中率来得更高 林云柔针对樊振东的反手拧回击 加强侧身进攻频率增加杀伤力 准度技巧都没话说 因为他接发球的 接发球的今天还是表现得很主动 然后发挥的也都是很不错嘛 所以能够一直压制对方嘛 制造对方的失误 我们前面就是设定说 尽量就是不让 不让把比数拉开 这就有机会 他今天做得非常的好 除了自家教练很满意 就连日本的媒体也称赞林云柔 距离打败世界球王 差一步是台湾的神童 凡正东赛后也高度评价认为 这一仗赢得很艰难 而球平认为 小林同学只要加强这一点 未来不可限量 球平预言巴黎奥运两人还有机会再上演 世纪大对决 而东奥一战球王 难得让前几局都快速拿下胜利的 凡正东七局打好打满 已经跌破大家眼镜 也证明中华队桌球一哥实力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今天晚间七点钟即将举行的 南单桌球同排战 世界排名第六的林云荣对战的是 目前呢 世界排名第八的德国前球王 奥恰洛夫 其实他们以前不只是交手过 还曾经是队友哦 当时一起参加的是俄罗斯的乒乓球联赛 我们的沉默王牌划少 但杀球没来怕 林云荣出单奥运 就把中国球王逼得苦战 林云荣尽四强 同排战 德国对手却向命运捉弄人 因为PK的是他前队友 好漂亮 2021年 WWT和奥恰洛夫才刚碰头 小林同学世界排名超前排第六 奥恰洛夫则是第八 两人过去私交不错 因为在俄罗斯乒乓球联赛 就是同队队友 卓球男单 对战已经累积五次交手 林云荣拿下四场 占上风 德国奥恰洛夫 东奥对上中国马龙 七局打好打满 还是不敌强劲对手 但他在过去2008年 北京奥运 桌球男单 拿下银牌 又在2012年 伦敦奥运同排战 中断桌球教父 庄志渊的夺牌梦 让台湾最佳成绩 在四强止步 这回林云荣背着江拍 七世要挑战历史 却强碰一敌一勇的 全世界球王 同排战能不能拿回主场 小林本既期待 又怕受伤害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好再来看台北市长 柯文哲在一场会议上 动怒了 还说自己气到快要发疯 为什么呢 他批评卫生局 在这一次调查 所谓特权疫苗事件 的确当成事不关己 气到快发疯 台北市连政委员会 调查特权疫苗 内容摊在阳光下 市长柯文哲会议上 频频怒飙 看得出来 真的气疯了 过去回应好心肝跟核心特权疫苗 柯文哲对外总是心平气和 但关起门来就不一样了 他在22号的连政委员会上说 我最气的是我们哪是政治团队 我们是打工团队 大家都来打工的 组织管理成这样 我还没骂完 整个局置身事外 好像没自己的事 一个政府机关竟对民意 完全没反应 太奇怪了 事发后 柯文哲很不满卫生局的处理 说了好几次 我真的气到快发疯 但常常气到发疯 说每个人都哭哭啼啼的 有人说生病 精神压力大 如果那么困难 就不要做 直接辞职回家 因为已经不试证 这种事 即一个申戒就过去 我气到说不出话 如今特权疫苗报告公开 随着疫情降级 是否也要正式受理 卫生局长黄世杰请辞 有关外界的疑议 以及相关的细节问题 将在下午的记者会 统一说明 卫生局给特权疫苗在先 危机处理又迟钝 顾不得带领局出的是自己的老师 柯文哲狂飙猛骂 也于事无步 TVBS新闻 祝光黄丽萍 台北报道 再来关心防疫二级警戒之后 所有的餐厅是可以开放内用的 除了刚刚告诉大家 嘉义地区 因为呢 他们爆发群聚感染 临时宣布 8月6号之前 全部都是不能够内用 只能够外弹 还有目前呢 只剩下双北跟宜兰 没有开放餐饮内用 不过最新消息是宜兰他们确定 下个礼拜 8月3号 礼拜二 要开放餐饮内用 台北市呢 也是渴望 8月3号之后 开放内用 来到大道城市集 用餐的桌椅 都被这样收了起来 但8月3号开始 北市就可能可以开放内用 台北市公布餐饮内用指引 室内限制50人 出菜以个人餐为主 桌跟桌需要间隔1.5公尺 隔板梅花座也是基本 如果有确诊案则要停业三天 台北盒菜餐厅业者听到消息 迫不及待准备好 非常期待 预约的大概慢慢有啦 就是大概是两三桌 原本是大概八九桌 对对对 大概可能现场就变一两桌 疫情冲击入不敷出 看见内用曙光 餐厅老板藏不住喜悦 但同时也担心疫情 防疫措施都要符合规定 民众同样不敢松懈 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吧 对啊虽然很想 可是万一如果疫情又爆发 很快我们就又要被关起来了 稍微在观望两三个礼拜再看 像这样空旷没人地方比较敢 我们不敢在室内 每一步都要谨慎再谨慎 面对台北率先公布指引 新北不敢大意 现阶段没松口 只说最慢会在八月二号对外报告 同时也会和北市沟通 而一样没有跟上中央首波降级 开放内用的宜兰县 也将要解禁 宜兰敲定8月3号开放内用 县长临资庙一早就到饭店试查 确保防疫措施没有疏漏 让民众回到餐厅也能吃得安心 TV片新闻程序一检大陈黎婷 台北宜兰采访报道 儿子涉嫌买卖毒品 但是妈妈居然不知道 直到儿子被人掳走之后 才急着要跑去汇钱给对方 但是警方告诉他 这是诈骗了 夫人慌慌张张跑向远近 连话都快说不清楚 口罩也来不及戴好 小姐怎么了 怎么了 她说她在西方 她叫我去那个 你说你的小孩子怎么了是不是 真的好焦急 紧张到快要流下泪来 因为有人告诉她 宝贝儿子涉及毒品交易 遭到绑架 你有打电话给你儿子了吗 没有接 好 有汇钱给他的吗 还没 还没 我跟你讲 这绝对是骗人的 有时老梗诈骗 但因为听到毒品 这事情非同小可 结果把妇人吓得一愣一愣的 事情发生在桃圆市新屋区 29号下午3点多 有幸福人接到一通电话 对方说儿子和朋友去买毒品时 结果朋友直接拿货落跑 留下她儿子一人 歹徒要求妇人准备48万现金 才能把人赎回 做母亲的好心急 直接到邮局就要汇钱 但柜台人员觉得有意 赶紧拦下 我跟你讲 这个都骗人的 千万不要相信她 警方获报后到场 不断强调这是诈骗 要妇人不要冲动 因为她只差一点 就把自己的积蓄都汇了出去 我跟你讲 来电电话是加886 都是骗人的 原本妇人的儿子 在观音的科技厂上班 第一时间没有接到电话 他也没多想 幸好行员远警赶紧阻止 这才保住劳本 TVBS新闻 林志伟 乔伟刚 陶仁报导 台北市长柯文哲 正在召开防疫记者会 一起来看 昨天做了 1200个的 PCR检查 七家医院 零力 所以表示说 目前在社区也是 越来越少 数量也不多 大部分都是已经被控制住了 疫苗的话 昨天打了两万四千九百九十七个 差不多接近两万五 那这个打了两万五对台北市来讲算很轻松了 因为这个都还没开启用到这个 发泊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 现在如果用发泊的话大概满兵打到可以打到接运五万 大概没问题 不过 所以第四轮 那个上网预约你知道 从7月30号到8月30号 已经预约了14万两千人 那分两批打 7月30号到8月30号 目前预约量是八万六千六百六十一 8月30号以前这一组 目前疫苗是确定有 8月4号到8月6号目前预约了五万五千三百四十一 那这个疫苗还在桥 看看还要调度 看跟中央要看要怎么调度 不过看看能不能大家合作 找出这个疫苗来 所以8月3号以前没问题 之后我们且战且走再看看 那目前我们全台北市有两百六十个 施打疫苗的地点 包括三十七家医院 两百一十一家诊所 再加十二家的 这个联合医院的这个 健康服务中心的门诊部 那进一步 再逐步解封 因为现在暑假期间还没开学 所以我们从国小的这个 在暑期的活动 开始办理 那第一步就是8月9号 礼拜一开始 这个课后照顾服务班 学义班 学习辅助还有课外社团 不过主要以静态的为主 静态 那以效涅学生为限 每班最多二十人 活动以半天为原则 为什么以半天为原则 就减少吃饭的机会 吃饭大家脱下口罩群聚还是 尽量避免 所以我们原则上 这种 这种学校的活动 半天为原则 减少在学校大家一起吃午餐 那如果真的要吃的话 那就用餐盒 这个自备或者是独立分装的餐盒 而且要加隔板 那上课的时候还是一样 全程戴口罩 没法座 这个实名制 原则上 因为我们的国小老师 应该都全部打疫苗 所以我们这些如果要 暑期班的这些聘用老师 打过疫苗 满十四天的优先 那如果没有的 就要七天内的这个快晒或PCR的检查阴性 那其实在学校活动 都要开始设计动线 让他可以分仓分流 才不会说到时候要隔离的人太多 所以在还没开学之前 我们先开始一步一步试办 从八月九号开始 学校的这个暑期班开始 那文化局所管的 展览场馆也是 原则上 室内1.5公尺 所以今天也要求说 我们文化局所管辖的场馆 每一个大概是 不管是距离1.5公尺 还是要说每一人要2.25平方公尺 反正就算一算 每一个场馆要定出它的 容流上限 这样的话 反正现在 现在我们那个进场到实名制 所以算那个可以登记 那个可以计算出进场人数多少 所以每一个场馆要有这个 人数的上限 我会定他的容流上述 那就是 梅花座 间隔 室内1.5公尺 室外1公尺 分仓分流 原则都一样 那这个什么第一排观众跟舞台要隔离3公尺 那我们也是尽量要 要让这些表演的人 都是有PCR检查 不然就打疫苗超过14天 这个 比较特别是这个 街头艺人 街头艺人是这样的 如果是那种比较静态的 什么视觉艺术公益类 原则上都开放 大家就戴口罩 但是表演类 因为那个人群聚集 太难控制了 所以目前 还是没有开放 所以 街头艺人就是静态的先开放 那种 那种 表演艺术会引起群聚的 目前先等一下 所以原则上是这样的 我们就按照这个 逐步开放的方法 你知道 那每天监控确诊人数 不确定感染源 那有没有 有没有那种群聚感染 且战且走 因为 听老实讲 没有做过也不知道 就用这方式 且战且走 希望说 在这个 这种 这种 放松管制的过程当中 不要造成疫情的反扑 你知道 所以我们还是要小心 好 就这样 有关于台北市个案足迹的公布 由黄副市长为大家说明 好的 今天要公布的是 一个外县市确诊个案到台北市的活动 这个案15740 那他在7月25号 晚上10点43分 到7月26号早上10点钟 在路途行旅 中正区延平南路的旅馆 那这个是一个外县市的个案 那他 但是他是有确定感染源的 其他在这个时间点的部分 民众可以提高警觉 好的 接下来是媒体提问的时间 首先由UDN凯俊来为我们提问 市长我这边带联合报以及苹果日报 中国时报中央社华市中市民事东森三立 以及惠流新闻网同步提问 是关于有关餐饮内有的问题 目前指挥中心预估每周就会有新增 可能维持在30到50例 而且是在29到59岁 柯文哲表示 目前预约施打疫苗的 在8月3号之前还是足够的 但是8月4号开始 疫苗不足要等中央调派 另外就是8月9号开始 要开放学校属其辅导班 但是一般要与20个人危险 那目前要怎么维持这样 下来关心Delta变种病毒 持续在亚洲地区蔓延 包括日本包括泰国 都创下单日确诊新高 尤其是泰国很多人走在路上 就突然倒地而且不治 男子倒在街上一动也不动 旁边的警察根本不敢靠近 在泰国越来越多新冠肺炎患者 就这样倒卧路边断了气 类似这样路倒的场景 最近常出现在泰国街头 像是这位女性无预警倒下 整袋蔬果散落一地 另外这个人当场接受心肺复苏 这种恐怖景象不断上演 其实都是Delta变种惹的祸 漫古人担心下一个倒地的就是自己 毕竟泰国周四新增17669例确诊 还有165人死亡 双双写下新高 现在连医疗资源相对充足的曼谷 病床也不够用 只好拿火车车厢当隔离病房 其实不止泰国因为变种病毒天翻地覆 看开亚洲地图 除了日本和马来西亚 先前防疫有成的中国大陆和越南 也都呈现疫情升温的橘红色 其中越南更是连续一个星期 天天确诊破6000例 亚洲已经逐渐沦为Delta的重灾区 TPBS新闻综合报导 其实这一次在东京奥运有不少选手 因为确诊没有办法出赛 但是先请教志宇 在日本疫情也不太乐观吧 东京奥运到底会不会对日本国境之内 造成疫情升温的影响 现在恐怕这个数字会说话了 我们就来看到了 其实在7月29号这一天 以日本的东京奥运来说 再度新增了24名奥运的相关人事染疫 而且这个数字是最高的一天 甚至当中有三名还是运动员 如果我们加加减减 从7月1号到现在 把所有跟奥运相关的人事 确诊的数字加起来的话 其实已经来到了198人 比近200人的 而且不只是东京奥运的相关人事 连日本国境之内 现在所谓的疫情也是快速的升温 而且在扩大当中 像是在7月29号这一天 全国新增超过1万名的确诊 这个数字呢 是疫情以来的新高点 再要来要看到的是 东京都新增了3865个个案 这个数字也是连续三天 创下了一个新高 所以说可以发现 不只在东京 整个日本的全国疫情 也都是在加温当中 所以现在到底该怎么做 做哪些防疫措施呢 根据NHK的报导 日本政府打算要延长 东京还有冲绳的紧急事态 到8月31号 而且不只要延长 还要追加 目前呢 有政府的消息人士就说了 政府打算一下 大阪府还有东京的周边三线 都被纳入了所谓的紧急事态 这个日期恐怕也会到8月31号 而缅甸的疫情也让外界非常担心 至于像是英国旧事件 认为它可能会成为超级传播国 是吗 另外一个疫情的热点 我们要来看到是缅甸 根据联合国的说法 他们说缅甸恐怕会成为 下一个超级传播国 大家就可以想像说 在这边的疫情有多严重 像是呢 包括Delta变种变因株的状况 让病例数是快速的增加 像在7月29号这一天 增加了5000个病例 而且外界认为说 当中的黑数一定是更多的 再来看到是包括英国也提出警告了 他说缅甸的疫情告急 两周之内半数以上的人口恐怕都会染疫 其实英国也想要针对缅甸伸出援手 但是呢在当地来说 其实所谓的政局是非常不稳定的 所以等于说英国甚至其他国家 也都没有办法针对缅甸来做帮助 说到缅甸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其实在年初的时候 他们爆发了军政府的政变 而且呢也因为二月份的政变的关系 到现在他们没有办法接种疫苗 甚至呢医院的系统 公立医院系统 几乎都是出现一个瘫痪状态 所以说这么严重的疫情 当然也导致高人数的死伤 像是在过去两个月呢 有超过4000人因此而死亡 缅甸的国家电视台就说了 军政府要在仰光盖石座的火葬场 这个说法当然让一般的民众非常不满了 他说你宁可来盖火葬场 不是好好地控制疫情 因此也引发了当地民众的不满 但是疫情会带来所谓的粮食危机吗 为什么食物原料涨这么多呢 另外一个让大家始料未及的恐怕就是 这个疫情的升温 连带也导致大家的生活的花费也都更多了 尤其呢是一些农产品 还有我们所需要的一些必备物质方面 我们来看到其实现在全球通膨的状况非常严重 尤其是食材的价格来到了十年新高 主要还是因为囤货的效应 还有整个全球的运输都是出现阻断的情况 也导致这些农产品的价格真的用水涨船高来形容 根据世界农粮组织的这个预估呢 还有相关的分析他们说植物油目前的数字 还有价格来到了十年来的最高 玉米是翻倍成长 而且大豆也是贵了八倍之多 像是金融时报也说了 包括咖啡拉糖牛奶小麦 燕麦可以说是全面性的飙涨 跟2019年比起来的话 在今年其实成长了28% 我们说的是价钱上的成长 当然这样子的原物料涨势也反映在接下来加工的行业上头 原物料的价格飙涨 再加上包装运输成本的增加还有伸展方式 通通改成一个线上消斗 零零总总这些原因加起来 连带也让很多食品大厂预告说他们已经要涨价 因为通通每一个成本都是上涨的态势 而且呢虽然说现在在部分地区疫情看似稍微趋缓 但是呢食品业的压力还有呢消费端的经济冲击 现在恐怕才要正式开始 最新消息 香港24岁男子拿骑制骑车冲撞远景 成为香港国安法第一例宣判案例 他要被关9年 调扣驾照10年 好来关心这是在大陆的广州 下起了暴雨在午后还造成地铁站淹水 我们来看这个画面 黄色的泥水快速漫进广州地铁 21号线的一座神州路车站 不少乘客快步离开 而且可以听到旁边的人大喊赶快走 当地官方证实 目前这座车站因为暴雨淹水 已经紧急关闭了 回到台湾来关心 您在镜面上可以看到气象局 在下午之后呢 对15个县市都发布了豪大雨特曝 那么豪雨等级要特别注意的是 包含了新北市还有花莲地区 但在此之前桃园这边雨下的很大 在桃园龟山的这个机场捷运A8站 一度传出积水的状况 而且呢激到一个轮胎之高 连线记者韩上伦 说到新南风影响午后对流旺盛 就在桃园龟山A8站附近 传出积水灾情 可以看到马路上因为积水 几乎看不到柏油路 车辆经过漸起波浪 驾驶开来这边也担心 是不是会熄火 因为水都快要积到一个轮胎高 也有骑士经过十字路口的时候 干脆机车用迁的 根据了解因为大雨的关系 这边积水来不及排走 至少已经有半个小时 气象局提醒像是新北市恒春半岛 下午有好雨的情况 就怕有灾情 新北市市府也在下午的2点钟 三级开设 随时监控 可以看到警销他们都出动查看 一旦有积水就会立刻回报 并且有对策 也请在路上的汽车驾驶 遇到大雨 车速要放慢一点 有积水的位置也尽量绕道 免得车熄火泡水 以上是我们目前掌握到的最新状况 行政院可能最快在9月要发行振兴券 可是有一派认为 还是要发现金 详情交给一伦 疫情趋缓现在指挥中心也降级了 大家更期待的是 什么时候可以进入振兴期呢 确实行政院现在也正在规划 沿逆产业的振兴方案 预计最快在9月份 就可以发行所谓的振兴券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去年的时候 有发放三倍的振兴券 其实当时就是民众花1000元 可以拿到3000元的券 不过现在在这时候 更多人也在讨论说 是不是应该要普发现金呢 因为认为说现金其实更简单 这样提出来的其中也包含 他们自家的民进党台北市议员 王世杰 他认为说有价证券 就必须要来进行防伪 成本发放包装运送等等的 花费会超过10亿元以上 甚至很多小摊贩 根本没有多余的人力 来处理像这样的振兴券 所以他认为 就应该要来发现金是更简单的 甚至他说高所得的别领 减少政府的支出 但行政院为什么会用振兴券的方式呢 他们认为说如果是发现金的话 其实大家可能会存起来 所以就没有办法带动整个社会上面的经济滚动 但是王世杰认为说就算民众存钱 这也是他的权益 他不断的呼喊 希望政府不要重蹈马政府时期消费权的错误 在全国各县市都开放餐饮内用之后 只剩下双北市跟宜兰还没有开放 宜兰确定在下个礼拜二 8月3号会开放 还有台北市说很有机会也是在8月3号 要开放餐饮内用 那新北市呢 最新消息是河友宜首度松口 他说如果说下礼拜要开放餐饮内用 那最快可能会在礼拜天宣布 但是请教伊伦 这个机会大不大呢 除了振兴券之外 现在大家最想问的另外一件事情 在双北这边特别有感 就是什么时候可以开放餐厅来内用呢 因为看看全国几乎各个地方都已经可以餐厅内用了 现在除了双北及宜兰还在观望当中 但台北市长柯文哲在29号这天的记者会上面 也确实讲到开放餐饮内用的一些标准 包含是这两三天要观察一下状况 如果每周日的平均新增案例是小于10人 甚至不明感染源的平均日增是小于2人 他说最快一个时间点就可以开放内用了 答案就是下周二 那当然双北在餐饮业上面自然也是联动 总不会在台北可以吃饭 但跨过到新北就不行吧 所以新北的餐饮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开放内用 也是大家好奇的点目前并没有明确的内用标准 新北市副市长刘何然他认为说 其实这周末就是一个重要的观察期 如果确诊者的感染分布 还有人车流的指标 甚至是医疗量能等等的综合评估 都是朝向非常正向的话 其实下周一就会公布可否来进行餐厅内用 那新北市长侯友宜则说如果疫情控制好 当然餐厅内用是相当有可能的 一轮今年公投说延后到12月底来举办 那大家开始有动作了吗 公投因为三级紧接的关系延长到了年底 时间点也已经出来了 就是在12月18号举行公投 国民党这边当然也磨刀霍霍在准备 因为其实在野党都认为公投是可以 把自己的声量变得更大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国民党说已经在重启公投的宣讲 而且进行内部的培训 民众党当然不甘失落 说最快8月中就会进行 线上的座谈还有宣导 那离12月中的公投 其实还剩半年左右的时间 但民众党已经在做文宣品了 你可以看到像是良善 口罩 能源政策 手册等等的 都是要跟民众来进行宣传 甚至他们想到有一个地方 是可以来跟大家宣讲的就是 在这个地方党部到疫苗接种站 来发放文宣 民众党的立委蔡碧如 也一直不断的在帮这件事情推动 但是他们跟国民党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国民党是宣传四个同意 但他们是两好两坏 同意的部分是反萊猪 以及珍爱藻礁的公投 反对的部分则是核四重启 还有公投帮大选 屏东的Delta疫情控制下来了 而县长潘孟安三度蝉联 五星县长 在热博瓜果绿狼下 煮雷锅龙胆石斑豆乳锅 宣传屏东农村好食材 屏东县长潘孟安有目共睹 每年的灯会也让屏东之美 享誉全台甚至获得国际肯定 这也让县民很有感 让潘孟安拿下第一名的施政成绩 得知远见的施政满意度的评比后 当然高兴万分要感谢屏东乡亲 以及乡亲给我们的肯定 包括团队的努力 远见杂志公布今年三四月三级警戒前 2021年县市首长施政满意度调查 全台22个县市只有五名首长荣获五星 其中屏东县长潘孟安施政分数七十八点四 全台之冠成功蝉联第三次的五星首长 此外针对政府的八大面向 屏东在观光休闲部分满意度破八成 道路与交通拿到百分之七十四 都是全国最高 这次远见杂志的民调受到疫情影响 满意度普遍下滑 但屏东县长潘孟安还是拿下五颗星满意度 其他五颗星的还有新北市长侯友宜 桃园市长郑文灿等另外四位首长 国境之南资源不如都会区 潘孟安任期胜不到两年 但他还是始终坚持 要把屏东打理得更好 TVBS新闻叶凤达屏东报道 特部的专家会议已经同意开放AZ疫苗 可以混打MRMA疫苗 但是什么时候开放呢 现在要看疫苗的到货量才能够决定 ECIP最近通过疫苗可以混打的共识 目前初步考量第一到三类的接种对象 第二季间隔八周以上可以混打MRMA疫苗 也就是说永林和台积电购买的BNT疫苗 若是最快9月可以到货的话 民众在9月有机会可以混打AZ加BNT疫苗 越来越多国家接受疫苗混打策略 英国牛津大学在刺鸽针发表的研究显示 当中将830位50岁以上受试者 分成四组接种两剂疫苗 结果发现BNT加BNT的中和抗体效价是14080最高 其次是先打AZ后打BNT 再来是BNT加AZ的组合 而都打AZ的中和抗体效价只有1392是最低的 目前够部的一些数据 一些平常试验的结果出来 因为那些都还在 有一天比较完整的 就是AZ加BNT的 那看起来效果是不错 而且大家都可以接受 我想第一个对 不管对AZ或对莫德纳 本身有比较不好的反应 比较强烈的不良反应 目前第一个就可以混打了 比如说打到AZ之后 不良反应好像严重的 也有通报到不良的中心 然后证实是 那可能下次再打的时候 就可以考虑 换另外一个新的产生 ACIP委员之一的黄玉成表示 台湾核实开放混打 还是要看疫苗到货量状况 而以目前国际研究来看 腺病毒载体疫苗加mRNA疫苗 是保护力强大的疫苗组合 免疫学权威张南希就认为 混打还可以减少副作用 像我们最近有很多人打Modana 就会对PG2000过敏 所以你假如说第一次打Modana 就过敏了 我建议你赶快下次 你还是想要打Messenger疫苗 你就应该要用Fizer或BNT来打 那就会越过它的副作用 混打根本是免疫学的一个基本观念 就是你要做一个很单一高效价的抗体的话 你永远要换你的左剂 你的腹剂 对吧 或者你的载体 张南希认为打第三剂才有机会终身免疫 而且面对像是Delta变种病毒 打第三剂是难以避免 所以他建议第一剂可以打AZ或是科兴 第二剂打莫德纳或辉瑞 第三剂换次蛋白可打Novavax或高端联养 前两剂以国际疫苗为主 第三剂可以用国产 有效性跟安全性兼顾 也能让国产疫苗就定位 而之前WHO说的不建议混打 医生认为 决定是最稳健的嘛 所以但是这个就是我讲说 你要跟你这个国家的疫情 来做一个全核吗 对付新冠病毒得考量疫苗采购布局 疫苗到货速度 混买混打临床应用 多元的应变计划和超前部署的评估 才有可能把疫情稳住 TVBS新闻柯顺雄王一杰台北部导 而降起时候大家期待解封之后 可以到海外旅游 但是最想去的国家第一名 就是日本了 2020年新冠肺炎席卷全球 一系之间几乎全球跨境都喊咖 在封锁期间伴随而来的是旅行禁令 各国隔离进入境等规定 无法自由旅行已经超过一年多 眼看疫苗覆盖率逐步提升 疫情稍缓之际 出国旅游似乎不再遥远 根据交通部统计台湾出国人次每年都在提升 从2015年1300万一路爬到2019年 人数已经到达1710万人次 只是全球疫情爆发 这数字瞬间被归零 累积好久的旅游魂 最想飞去的地方是这里 在台湾面临困难的时候 日本伸出了援手 大方捐赠了百万剂的疫苗加深台日友好 毫不意外的台湾民众出国首选地 日本一压倒性的六成四 成为最想要去的国家 本来我们去日本的人数就是出国最多嘛 对不对 再加上日本送我们疫苗这样的一个好感 就是让国人觉得要回馈 因为这样的心理也促长了这些 想要去日本的旅游客呢 也增加了很多 再者就是说日本离我们又很近 他的这个景点就开发的非常多元 然后他的这个游城啦 体验啦 包装啦 他也非常会宣传 老人小孩也非常适合一起旅行 甚至他的这个 他先天就是有汉字啊 那甚至很多地方都有繁体中文 很多这样子贴心的安排 就让很多台湾游客是觉得非常的友善 仙境之安加上友善环境 观光发达旅游资讯也很详尽 加上文化底蕴的深厚 飞行距离也很OK 以过半比例日本称霸榜首 台湾民众第二名想去的国家 也是邻近的韩国 来到百分之二十七 新加坡位居第三 美国及泰国则紧跟在后 只是想了老半天 究竟何时才能成行呢 只要你有打满两剂的疫苗超过十四天 你理论上去哪里 其实我们不会有担忧你的 但是如果有一个泡泡的旅游 然后你又有个泡泡的隔离里面 然后你的追踪也在那个泡泡安全里面 其实这种泡泡才是更真的安全的泡泡 翻开旅行医学杂志发表研究 提出六种旅游泡泡可能的策略 第一种允许所有人直接入境 或对所有入境旅客进行筛检 陈阳性旅客隔离七天后才到阴性才可以入境 十四天也是策略 也可以不做筛检 只是对所有人进行七天或十四天强制性隔离 最后一种筛检入境旅客陈阳性 直接遣送回国 只允许阴性直接入境 那就免隔离 拼回经济拼回观光 降级后的台湾尽管还不能松懈 但讨论与热度一经朝海外旅游跨进一步 TVBS新闻中德荣成为越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